低價格 你可以想這件事 所以當馬總統 那不是應該全世界 來我們這邊投資 對 所以我要說一句話 可是我要說一句話 這些科技廠商獲利如何 其實我們要說一句話 除了少數像紅金 因為紅金現在已經不是做硬體 它是基本上是做品牌的 但你像什麼廣達 像是這個鷹眼 他們其實獲利都不少 5塊 6塊 EPS 他為什麼會這樣子 去做這麼低的薪水 所以他的勞工部就說 台灣這種方式必須要留意 那我們想看 有一個政府叫做姓馬的政府 說他不是 姓馬的政府 他不是要做TPP嗎 那你想 當美國勞工部都說 你看你們是用這種低價 來跟人家競爭的時候 他怎麼會容許你 都已經說人權了 好 那我說美國 美國可能有偏見來 新加坡 新加坡的總理 就李光耀的兒子 不是在去年年初說一句話嗎 那時候他們有一些當地人 反對外國白領階級的時候 他怎麼說 難道你要跟台灣一樣嗎 把這些優秀的這些白領階級 趕走嗎 要學台灣嗎 他已經把台灣當作是一件事情 那更不用說 忽略教材 對 更不要說 去年我們不再談那個四小龍嗎 就媒體上面 不知道是誰說 就媒體上面講一句話說 韓國的企業說 你不要再跟我們韓國 是不是四小龍 你們去跟菲律賓 泰國比 後來我一查 哇 菲律賓跟泰國的最低工資 已經快憋進我們的最低工資了 我們也不要說那麼遠 我們就說這個郭台銘的那個 他不是在鄭州設的新工廠嗎 開多少 3000塊人民幣 3000塊人民幣 折合台幣不多 大概是一萬五 可是不要忘記囉 3000塊裡面的 還要外加一千五 因為他們的社保是有百分之百 是企業主出來 大概佔你的成本 大概是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十 所以算一算也接近五千喔 五千是多少 五五二十五 兩萬五喔 兩萬五已經比台灣的 我們再舉個簡單例子 我們先不要說那個 剛才那個 在坟布住那個比較稀償 我們就講個簡單的例子 前陣子我們不是談到那個金帳 把他的那個 阿嬤殺掉那個案例有沒有 他媽媽是在這個高工局 你附設的這個交流道的那個 就是我們說清潔工 一萬八 所以第一星式的國旨 已經是國際認證了 不是我們今天說沒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看那個圖真的很棒喔 其實我們的江院長是把耳朵遮住 他不想說 他不想聽 然後其實我覺得最令人覺得 非常生氣的地方事情是 現在我們國家 一年要花大概一兆兩千多億的錢 是去支持這個中央政府所有的預算 就當人家跟他說低薪是國子 他怎麼回答 要有建設性的內容 他要找產官學員 我們一起坐下來討論怎麼處理 我聽完我已經頭皮發麻 再開會 我們花這麼多錢請這個政府 那麼其實我只要講個簡單的例子 其實台灣的薪資二話 你說是因為中國關係 我承認其實陳水扁那個年代 是壓力比較大的 因為那時候的確 我們跟大陸薪資有很大的差距 現在基本上是已經 已經快一樣了 我跟你講我在深圳 我以前公司在深圳 我聘請一個寫研究報告的人 我一個月就要付他一萬兩千塊人民幣 我在台灣找個大研究所 畢業三萬六千塊 我在那邊要付六萬塊 一點都不過分 你不找這個價錢 他寫出來的品質 當然其實台灣價不錯 我必須實實說 哪邊不錯 其實不輸給台灣 因為他們教育是誰 這我要承認 他們寫出來的內容 就是國際的情勢報 因為我這樣講 在台灣你其實看不到什麼 國際新聞 但是在中國大陸你真的打開 我想去過大陸知道 國際新聞很多 我不是去歌功頌 中國怎麼樣 而是他們的國際觀 某種程度是比台灣大 好回到我的重點 我要說一件 現在台灣的問題 已經不是所謂棄壓 說那個大陸的成本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壓抑 不是 我再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用日月光做例子好了 日月光這個是全世界 最大的封裝公司 獲利也是最強的 然後它是全球 就是三大裡面 幾乎市占率差不多30% 很厲害 封裝這個厲害 就它用什麼 它用派遣工 它用什麼 它用外勞 那怎麼樣 它把它的人工成本 一壓低的時候 它的價格就有競爭力 那結果你知道嗎 外國人 就是外國到台灣設工廠 看日月光這麼搞 你知道嗎 打算要選日月光 要把正職的除掉 改成用派遣工 你可以看到台灣已經不是說 是因為這個 所以這樣一句話 有一句話 有兩句話令人感到憤怒 真的大家要譴責大家 他說兩句話 他說大家都嫌薪水低 這句話也許我們可以 雇主可以這麼說 但是你作為一個就是行政院長 絕對不能說要 為什麼 因為阿扁的執政八年 只有兩年薪資是負增長 八年裡面只有兩年薪資負增長 馬英九任內六年 有四年薪水是負增長 這是政府的問題 他既然這麼講 他不該說 第二件事你知道 這樣一話還說什麼內容呢 他說 這個低薪是因為 為了要讓就業人數增加 如果你把薪水調高的話 那麼就業人數增長 我覺得這句話真的是 它頭殼整個壞掉 因為現在台灣已經70%是靠服務業 所以很多為什麼那些做雞排的 它活不下去了 因為它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薪水沒有辦法增加 可是油電增加了 我沒有辦法去調高這個雞排 所以如果你把薪水增加了 這些中小企業就活下來了 所以我很難想像一個行政院 王傑銘他講了事實 因為22K就是他們這個政府造成 今天大家所有的薪水往下壓 本來是25000 26000的起薪 通通壓成22000 就是剛剛你講的 它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讓一個工作可以分給大家來做 就是剛剛大家講的 它讓工作機會看起來變多 但是它把整個的薪資往下壓 原先的起薪 可能大學畢業的起薪25000 26000 但是因為它的22K全部盪下來 所有的人都往下降 這個時候大學都已經22000 那你高中高職 你那個薪水憑什麼再往上調 那不可能 所以你就往下掉 他剛剛講的是什麼 是實話 但是今天回來過頭來問的 他有沒有什麼樣的 現在看起來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沒有 但是我要講兩件事情 選舉是好事 然後在野黨沒有用 今天要看自己的 國民黨自己戳自己 才有用 要放假了就有得放 現在我認為這件事情 要郝隆平出來戳 就有用 就有用 因為他戳到他的屁股 屁股一跳就要跳起來 要跳起來大家要看到 要不要處理薪資這件事 他戳誰的屁股 戳馬政府戳江儀化的屁股 這一戳 這一戳上去要不要跳起來 他剛剛講對了 馬政府的屁股是 郝隆平在戳 是 現在看起來 但是他有沒有效果 在江儀化是 不可以隨便 現在有沒有效果 我認為有效 因為在野黨 講了半天都沒效 然後低心事國恥 這是長期以來 在野黨 以前過去最會標題式的語言 一清大家都有感 但是這個 讓郝隆平講起來 大家有感 這個長期在野黨的努力 現在變成 國民黨自己 為權力的分割 在這裡面做了很大的一個挑戰 這個挑戰 他一定會 你去看江儀化 他為什麼要放假 那是誰說的 朱立倫說的 他就收割進來 現在郝隆平講這個 要不要動 我覺得會動 而且一定會動 就像剛剛 汪潔平已經分析了 現在全世界都認證 BBC也報導說什麼 台灣的公時是最長的 也來做了一個 非常多的新聞報導 全世界認證 台灣曾經 以前曾經是這樣 我曾經去跑新聞 瑞士的那個表 這個我要 這個我要 全部是台灣人 現在不是啊 現在是呢 中國大陸 我這一天在桃園機場 他就問了一個東西 這個是多少錢 一千二 一千二是 台幣還是人民幣 台幣 怎麼這麼便宜啊 我們在旁邊看 這個東西一千二 馬上說 對不起 標錯了 其實是人民幣 沒有 對不起 我們這邊現在用美金 你知道嗎 那個感覺就是 差 落差太大了 然後搞到今天 我們那個價錢出來 人家是人民幣的薪水 我們是台幣的薪水 那邊是港幣的薪水 一差幾倍啊 五倍啊 其實大陸朋友有時候 也會滿感慨 他說你們怎麼經濟 搞成這樣啊 對啊 現在是人家給我們 告訴我們你知道嗎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其實說一些 他們也沒有比台灣好到哪裡 大學你不要在節目 第一次的時候 不是 因為冷笑 好 其實喔 對不起 盡量幫我拿一下吧 好 謝謝 這三個人在搶 國民黨總統的接班位置 是 這樣 三個人在競爭 可是他們競爭 你們為什麼每次都要漏掉 吳敦毅 他已經出去了 吳敦毅有講什麼 因為他最近沒有講話 吳敦毅只說的那個 吳欣將是諾貝爾 沒有 吳敦毅現在在撐錢 他要等好朋友回來之後才會罷工 不要小看這個事 好龍斌會講這樣齁 打中所有台灣人的心 是啊 有感 對不對 只不過就是說 他的加薪其實是拿人民的錢 在發給市政府的僱員嘛 而且那個有違法的疑慮 因為他那個是第二玉備金 他拿第二玉備金去加薪 第二玉備金其實是疾難救助用的 不能夠拿來幫僱員加薪 沒關係 但是好龍斌深知現在人民要什麼 你看看朱立倫他過年前講什麼 薪水加不了就多放假 他講兩件事 薪水加不了 這是一件事 第二個是薪水加不了就放假 讓人民快樂一點 其實都談到薪水 對不對 他知道 現在台灣最重大的問題是薪水 好 那政治多爭我們先不要講 台灣的薪水倒退回16年前 其實李登輝有沒有責任 有 可是李登輝責任我認為最小 因為他當時執行的是借級用人 對 到陳水扁的時候 他那個叫什麼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 後來他 他又轉喔 對 他又轉成積極管理 有效開放 對 就是他發現問題好像不對 太開放了不行 要轉一下轉一下 可是陳水扁的時候大量跑到中國去 對 他擋不住 到了馬總統 他是執行完全大膽吸進的政策 其實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我朋友他 說 現在在中國 其實台商很多都沒賺錢了 沒有 其實很慘 為什麼 什麼都上來了 人民幣升太多了 土地上來了 薪水上來了 什麼福利全部都上來了 他說 我說 你一個工人的薪水要多少錢 他說4000多塊美金 4000多塊人民幣 差不多 4000多塊多少 2萬 那是薪水而已 對啊 你其他的 你還有 退休的提搏社會福利 加加起來比台灣還好 他說6個速度加起來 真的說得很恐怖 對 所以說起來也不可以做錢 對 所以中國的薪水是誰給他的 台商給的 台灣給的 講實在話 是我們把它培養起來 今天彭環南你不曉得有沒有看到 有有有 彭環南說 面板業 本來 這個中國是來台灣採購 我們的面板80%都是銷售到中國 對 他說以前是互補 就是我們生產它買 我們生產它買 現在是競爭 現在說競爭到什麼 我們的面板是互成長3.8 我們去跟他買 對 變成台灣跟他買 面板是台灣那時候的兩兆雙星 你要知道 對 好 所以我要講這